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食类节目最近可是大热的说 Celina好姐妹小儿子也担当了主持某档美食节目 小编可是很好奇 好好吃饭吧 作为一档不同寻常的美食节目 有什么独特的亮点呢 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 虽然它叫蛮好吃的饭吧 但我觉得它主要传达的是 我觉得更令我感动是它的概念 对 就是大家刚看到的 就是一个 不管大家说的是偶像或歌手甚至是演员 她为了她的粉丝 然后亲手地做一道料理 但最重要的是 把这个祝福跟爱送到这个口 Celina不愧是号称鸡汤大师的存在 这碗鸡汤小编鲜干为定 不过说了这么多 相信观众老爷们也很好奇 Celina的厨艺到底怎么样呢 对对对 这个我们已经之前交手过了 然后在其他的节目 我的厨艺就等于Steven老师的歌艺 当然了对于广大粉丝们而言 陆寒的加入更是拥抱了节目的期待之 Celina和陆寒的首次合作 自然也是擦出了无数的火花 而对于这位大红的后辈 Celina的评价可是很高哦 我对她一开始的印象就很深刻 所以我觉得她非常的有礼貌 然后很客气的走进来 那是我第一眼看到她 然后就觉得哇好可爱 因为在就想她是陆寒 我都知道了 然后但是她看到我就是 我就是她的前辈 她像你居宫对吗 非常对 她是妙妙的客气 然后那里马上对我 好啊 节牢 狙击好好吃饭吧 将于6月40起 每周日早8点上线播出 好好吃饭的魔力有多大 敬请期待吧